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28回 一片被阵阵五四霞光笼罩的鬼空间当中 四名浑身长矛仿佛是巨大猩猩一般的魔族 站成一排啊 悬浮在高空中 体表闪动着血色的光芒 并隐隐之间有血腥之气散发而出 而除了这四名魔族之外 四周呢 还有十几名肌肤碧绿的木族人 面色阴沉的将中仙式团团围住 在这十几名木族包围圈的上方 一名神色冰冷的女子 双手暴毙 悬浮在高空当中 其背后一对赤红色的肉赤是伸展开来 表面呢 隐约有金银色的符纹 闪动不已 正是叶叉族的飞小西 此刻这名叶叉族合体存在 望向四名炼虚魔族的目光 竟然是十分的凝重 谢科无量魔宫 我还以为这魔宫 早的应该在魔界失传了呢 没人会再去修炼这种伤人伤己的邪门功法 没有想到 今日竟然能够亲眼得以见到 看来 分作亲自来对付你们四个 倒还真算是来对了 飞小西冷冷的开口说道 既然知道 我们四个修炼的是血科无量功 那还不让这些废物退下 他们和我们兄弟动手 不过是白白的将精血奉上而鱼 四名魔族中的一鸣 也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哼 你们要是有个合体器的修为 恐怕只是合体初期的修为 不光是他们 我也会马上扭头就走 现在嘛 不过是区区的练习修为 就算你们修炼的是血科无量魔功 我倒是不信你们在十几名同阶存在出手之下 还真的能够不露出丝毫的破绽出来 动手 全力出手 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会出手将他们四个一起击毙 飞小溪冷笑几声 毫不犹豫的冲那些练习牧族人吩咐道 那些牧族人呢 虽然也对包围中的四名魔族是大感忌惮 但是一听到飞小溪的吩咐之后 还是毫不犹豫的同时出手的 只见一些 牧族两手一扬 顿时要无数的轻芒 从中破空飞出 一些却一张口吻出了一股股粘稠的氢气 化为了一根根绳索 往四摩纷纷一套而去 这些牧族虽然说并没有修炼特殊的功法 但是以前呢 也是多次联手对敌过 故而一出过后 就从四面八方同时攻去 风雨不透之下 竟连一丝攻击的缝隙都未曾留下 中间四名 练习魔族身形默然一晃 竟然背靠背的站成一圈 定向四面八方各自拍出一场 四只手掌啊 看似轻飘飘的 丝毫不受力 但是下一刻就狂风大起 一圈血蒙蒙的气浪狂勇而出 并向四面八方式一脚而去 血侧气浪当中 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黑色符纹 同时那刺鼻的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诡异的一幕这个时候又出现了 无论轻芒还是一根根 灵蛇般的倾索 在一接触血色驱浪的瞬间 顶多为之一鸣 借着与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血色中飞快的变慢 消融了起来 四周的墓族脸色大变了 再次出手之下 各种飞剑宝物同时升空 化为了无数团光辖狠狠一杂而下 四名魔族忽然之间 如同一个人一般 将另一只手掌也闪电般的一拍而出 顿时啊血色气浪中 一阵嗡鸣之声传出 血腥之气为之一圣 里面蕴含的黑色符纹骤然之间 狂胀巨大 呼啰的连连巨响 接连传来 所有宝物被血色气浪一阵之下 竟然撞到了巨山上纷纷到射而回 四名炼虚魔族一声冷哼 血色气浪 更是气势汹汹的紧随卷进 里面黑色符纹滴溜溜一阵 隐约幻化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黑色的旋翁 里面幽光闪动 竟打算将四周的墓族呢 全都是一网打尽的模样 快闪不要剃 空中原本凝神观战的飞小溪 一见此景啊 木人之间脸色一变 一声娇叱 同时那单手机空一抓 一口晶莹剔透的小刀 一闪不进而出 并毫不犹豫的向下一展而去 不知一声 一道百余丈长的白茫茫的刀气 从小刀中一惊而出 并一个闪动过后 将蟹色气浪一刹而下 虽然说 这些魔族人和慈女啊 不属一族 若是当着其他人的面 全都隐落的话 他回去自然呢 也是不好交代的 同一时间 那些木族人一听到 飞小溪警告之言 也大惊失色 纷纷的向后到处而去 那还是有两个人呢 欢迎稍微慢点些 被那血色气浪一展而入过后 护体法宝和灵光竟然瞬间而灭 身躯呢 更在两声哀嚎过后 自暴而开 凭空化了两股精气 被血色气浪吸入了其中 其余的木族人见此 均都面色隐隐发白的起来 好在这个时候 空中巨大的刀器一落之后 一声闷响传来 血色气浪竟从中被一展而开 弦曼杰尔更烹力声四箭散开 后续攻击力 无力起来 这血色气浪 众人之间是玄妙无比 但在高尚一大境界的非小溪出手之下 还是没有办法抗衡的 其他逃得性命的木族人呢 都是匆忙 说到了乌斯霞光边缘处 但是脸上可都流露出了 惊魂未定的表情 这四名魔族施展的 续刻无量魔工的厉害 实在是远远的超乎了这些 同阶存在的想象了 看来你打算亲自出手了 早就该如此做了 但是就算如此 也是改变不了结果的 你最终还是要和他们一样 化为一股精气 被我等吸入体内 此相何意 其中一名练习魔族狂笑了一声 大叫道 刺魔同时一掐绝 人们靠在一起的后背 骤然放出了刺目的血色的光运 将身血全都淹没进了其中 非小溪见此呢 生没一条 想都不想的手中 竟然想到一话 化为了一道精盲的脱手而出 同时 双袖一斗 笑声一过之后 两团血红的光球 紧随而向 吸射而去 青帮指之一闪 顿时 风为之声大作 无数电弧 是缭绕黄勇之下 竟然幻化成了一口 食欲丈常的 白绿巨刃 气质汹汹的冲下方血色攻入 一掌而去 此人尚未真的落下 无数锋刃和电弧就轰隆隆的狂卷而下 而两团血光一个模糊过后 却在无数黑气当中 幻化成了两只 元首狼身的怪物 一对碧绿浮印 身体呢 是鲜红欲滴 长满獠牙的口中 一条蛇信呢 是吞吐不定 红色的妖目中 闪动着残忍 狡猾的目光 一看 就是灵智极高的模样 这两只怪物 两只手掌 五指一张 顿时 吱吱吱声传出 竟从指尖处啊 同时盘出了 寒光森森的指尖 双翅再一斗 就发出了 低吼直扑而下 轰的一声巨响 一只毛茸茸的血色的拳头 忽然从下方光蕴中 一击而出 正好击中了 斩下百余巨刃上 将其硬生生的一堂而起 而全的本身 可是毫发未损 虚枯仿佛打雷一般的 嗡名不已 阵阵的血红色的阴浪 一醒而起 正一冲而下的 两只狼手原身的怪物 被这股阴浪迎面一冲之下 双翅一掺 下落之势 顿时也为之一缓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一侧西空当中 又一阵暴鸣之声传出 波动一起之下 另一只血色巨拳 一个模糊浮起而出 闪电般的一击 就将两只四郎四元的怪物 狠狠的一击而飞 两只怪物 顿时撞到了一起 并咕噜噜的 一下子飞出了十几丈远 二者大半身 就在这一击之下 净多凭空 烧去了半边 两只血色拳头 再闪过后 就诡异的消失呢 仿佛呢 从来都未曾出现过一般 高空中的飞小西剑 此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是马上单手一招 巨刃就再次的 化为了一顶小刀 飞逝而回 另一只手呢 则冲着两只 狼首原生怪物 掐绝一点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 别样精彩 3w.听85.com 顿时啊 两只怪物摇摇晃晃 再次站了起来 原本血肉模糊的身躯 一阵血光流转过后 竟顷刻之间恢复逐出 并冲下方的光韵 化出了恶狠狠的低吼 但是却又不敢再轻易的飞扑而下 而血色光韵中 一声脆响 竟然一下子瓷器般的寸寸 碎裂而开了 当所有的光芒一脸过后 在远处虚空中 献出了一个身高实体杖 长满了血红毛发的巨人 这血红毛人啊 两眼闭绿 脸孔呢 都被长发遮掩住的 但是两手呢 只是轻轻一握拳 体内顿时发出了一连串的爆鸣 同时一股不下于合体后期的恐怖的气息 从身上一冒而出 并幻化成了一根 网口粗的血红光带 围绕其身躯上下 盘旋飞舞和不停 声势呢 好不惊人 附近空气 在着诡异的光带 一逼之下 竟仿佛有形之物般的向四周滚轨一散而开 再也没有办法近身 续红毛人身边分毫 沟空当中的飞小鸡 脸色为之阴沉 他知道 自己这一次 恐怕是真的遇到了强敌 当即呢 口中冲四周木族人一声吩咐 单手一个翻转之下 漠然之间多出了一个碧绿色的阵旗 冲着下方巨人猛然晃了几晃 四周虚空中的五色光辖顿时为之 汹涌澎湃了起来 同时一股股无形进制 充斥了整天的虚空 那些木族人啊 直觉深夕漠然一沉 竟直接的往下方置轮而去 仿佛说有一股力量正在将他们往下扯去一般 但是这些木族人呢 并没有惊慌 反而口中念念有词 体表绿光闪动过后就立刻恢复如常 倒是下方的血红毛人 时时身躯晃了一晃 就再也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了 不过夜叉族女子发动进制的举动 前夜一下子惊怒了这位似模合体的巨人 方巍口中一声怒吼 一直拳到顿时冲高空狠狠一击而出 顿时一股比先前粘稠数倍的血色波浪 顺着手臂狂涌而出 并在脱手的瞬间 一下子化为了一条赤红血胶 跟着非小溪摇头摆尾一冲而上 同时毛人身躯上盘旋的血红光弹 也一下子爆发出了刺耳鲜明 一圈圈血色云雾从中一喷而出 并往四周那些木族人滚滚的一卷而去 非小溪脸上冰冷无比 背后肉质猛然一扇 顿时无数金银符纹从上面显泻而出 然后一鸣化为了密密麻麻的金色小剑 一声敲斥从下方击视而去 接着此里又一张口喷出了一盘白光出来 里面隐约有一座小塔 迎风一丈之下化为了数十丈之高 并发出了惊人声响是一压而去 而那两只援手狼身的怪物 羊头发出了类似长长的笑声 争鸣之色显现而出 也各自化为一团血光 盘旋过后左右一分从两侧积舍而下 与此同时 四周木族人纷纷一闪直接退入五色光辖当中 一边借助剑着支力 来抵挡血色气了 一边呢 再次祭出了各种宝物 冲血红的毛人凶猛攻击 这个时候 韩丽的身影在乌丝光辖当中若隐若现 忽然之间 身去一个模糊过后 竟然直接在远处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呢 一片空旷的灰蒙蒙的空间当中 韩丽的身影无声地浮现而出 目光朝前方一扫过后 神色微微一动 只见前方的虚空当中 细道人呢 正双手倒背地站在那里 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所有两具胶灰一片的蚕尸 一动不动地漂浮在空中 而下方隐约可见的地面 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孔坑到处都是 一副刚刚大战过的模样 谢兄 真是好手段 这么快就解决了两名魔族孙者了 韩某真是钦佩至极啊 韩丽清笑一声 口中称赞 没什么 这两名魔族孙者 竟然在我面前施展雷电神通 虽然死得只有更快一些了 谢道人毫无表情 不过这么说 现在三名魔族已经解决了 我们驱逐非道有一臂之力吧 那四名练习魔族可并不是普通的角色 早点解决也能早安心一些 韩丽不以为意的说道 韩道有决定就是了 谢道人淡淡回了一句 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韩丽点点头 一根手指冲了两臂魔族尸体 虚空一点 顿时扑扑两声 两颗炙红火球飞射而出 化为了熊熊烈焰 将残尸化为了灰烬 另一只手呢 则是虚空一抓 一个翠绿阵盘在手心浮现而出 韩丽口中念念有词 就要催动上面的静置 将其和谢道人从这空间转移出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高空中忽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像传来 正处空间一笑的开始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一副旧药崩溃倒塌的模样 韩丽已经再也不敢拖延什么 猛然的将手中的阵盘往身前一抛 顿时光芒大放之下 化为了一个白蒙蒙的光阵 这一个闪动 人就立刻到了法阵的中心处 几乎同一时间 谢道人呢 也是申请一个模糊过后 静随韩丽之后的到了光阵当中 韩丽随手一道法诀打出啊 光阵一阵污名过后 从中爆发出了刺目的白弓 韩丽和谢道人一下子在其中消失的是 无影无踪 下一刻呢 四周虚空中 凭空浮现了无数道白蒙蒙的裂痕 紧接着呢 在一阵连绵的脆响过后 整个空间就真的崩溃 瓦解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429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